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 肉眼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手机拍出来呢竟然是这样的 惨不忍睹 拍出这种画面的主要原因 是手机算出的白平衡 可能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这种状况在拍日出 拍晚霞 拍建筑 很多场景都可能出现 那怎么解决呢 最根本的方法是放弃自动白平衡 用ProTake这种拍摄APP 手动的去调白平衡的参数 调到满意再拍 另外一种我总结的方法是 开盲盒法 iPhone用户可以升级到iOS17 然后在相机录制视频 锁定白平衡 安卓用户如果在设置里 没有这个选项 那就建议用前面推荐的 ProTake这种第三方APP 拍摄时锁定白平衡 能够有效避免手机 在不同场景色温来回变化 白平衡锁定以后 对着大佛又拍一遍 诶 还是没有变化 咋回事 锁定白平衡锁定的是 啥时候的白平衡呢 是你开始拍摄的那一瞬间 手机测到的白平衡 拍大佛之前 手机先对着其他位置开始拍 然后再拍大佛 拍出的效果呢要好不少 至于说多拍了一小段 拍完修剪一下视频就可以了 不是啥大问题 为啥说这种方法 像开盘盒呢 它相当于把A位置的白平衡 用在B位置 拍出的结果 没有像第一种那么精准 不过呢 我觉得可以试试